去拿幾本書給我 他等完了 因為我沒有準備 他就給我 我想這邊要有命 戰狀佛教人會知道 他給我看到了這些 後來他就給我一個小菩薩 他給我小菩薩的時候 他拿這個菩薩 在我耳朵跟我講 Our teacher 釋迦牟尼佛堂 他就給我講 我們的老師 你想想看 你那麼愛的一個人 送你一樣東西 多可貴啊 我家有個佛堂 所以我就把他 供在我的佛堂裡面 有一天 有一個朋友 我昨天認識他 他愛上了我 所以今天他是從台南 到了我家來了 他現在變成我的好朋友 我在帶他打坐的時候 就像我對的師父一樣的 我就流了眼淚 我把我的那個菩薩就給他 我說我不曉得為什麼 這菩薩要給你 哎呀我哭得才很傷心 那他還是說不要 那不是天下最好的事嗎 他跟我講 不要不要不要 他那不要是 手越伸越盡 越盡越盡越盡 就把我菩薩拿走了 那個時候 他拿走以後 我每天三餐打電話給他 你怎麼對待我的菩薩呢 你把我的老爹怎麼放 我叫釋迦牟 我說你把我的老爹是怎麼放的 有沒有供水啊 有沒有擺好啊 有沒有弄灰塵啊 到兩三個月以後 我發現 我不再打電話給他了 我靜下來想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上天在教我一樣東西 當你認為你在捨一樣東西的時候 不是捨 當你擁有一樣東西 你握住它 或者是你沒有握住它 你有沒有擁有它 不重要 因為 它已經在你心中 已經有了 這個是個有 這個程度是個有 我沒有掛念的時候 我還是有它 我沒有握住它的時候 還有它 那慢慢的我也知道 菩薩在教我 當你在擁有它 抓住的 有形的擁有它 跟你放掉擁有它 是一樣的時候 到後來 你就學會 因為這個有 不一定要放下 是捨不得的 No 等你的這些擁有 都可以不要的時候 那是一種放下 這種放下 你真正是什麼 放下是一種解脫 一個解是什麼 解跟脫是不同的 解是它有它的頭 你要把它的頭 找出來的時候 慢慢慢慢把它 散掉的時候 你的脫就是放下 沒有掛愛 沒有掛愛 所以你想想看 菩薩用一個菩薩像 用釋迦摩尼佛給我了 握在我手上 而讓我那麼愛的 送給一個我 不認識的一個人 去結緣 而我得到的是什麼 我得到的是 人生在口頭上 無法學到的一個捨得 並不是捨才有得 而是那一份 你如何放下 你所心中的那樣東西 而找個地方 去把它解脫下來 你的一條路 你的一個水管 你要有塞東西的話 你慢慢用你的方式 去把它疏通了以後 那個才是所謂的空 那個空就是 你跟我中間 沒有任何阻礙的東西 那是空 這個 所以我想說 哦 原來是他這樣 他們是這樣子教我的 所以到那時候 聖言法師 聖言法師 離開人間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收到 他一個心金 用金勃寫的心金 我想有很多人 我收到了 那時候是 寄到我家來 我開起來的時候 是 那時候 好像是7月7號 那個聖言法師寫的那個心金 用金勃寫的心金 一拿起來 哇一股暖流 就流上來 我家的司機是 比我還要騎乘的宗教徒 我認為因為他 初一十五次是吃素的 我不是吃素 所以我說 我不是宗教徒 那他呢 我們看到同時哇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你帶回去 他說不要不要 他說 放在這邊 師父東西放在這邊 當天晚上我就想起來了 聖天教過我 讓我走過 捨得的路是什麼 所以你徹底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 所以第二天 小禮來的時候 我就說 小禮你拿回去 那我已經想好 掛在什麼地方了 我說不是 因為這個師父留下的東西 放在你家 比放在我家 重要多了 而我把我捨得的這個路 告訴他 他就帶回去 人生有很多東西 不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 這是我學到的例子 最後我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人知道 佛陀紀念館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那個時候 我剛出了第二本書 他們有個法師 打電話給我不認識我 他說 夫人 請你來我們這邊 演講 跟開畫展 我說 講 yes 演講 因為我已經承諾做演講 所以我不能說 不可以 我說演講可以 畫展不行 我說我的畫展 不想要 剛剛你們要是看著 不喜歡我講演講 可以看我的畫 不可以 每張都是我的畫 可是每張的畫 已經不曉得到誰家去了 所以 他們請回去就演講 他們就帶我到佛陀紀念館 那時候佛陀紀念館 根本是 還是我想三分之一而已 那我看看 我就 其他很多東西我就不講 我就講到畫展 他們就講說 什麼是要畫展 那 在講畫展籌備的時候 我在想說 欸 畫展的意義做什麼 捐三付好了 這邊有沒有人畫畫的 一兩個 沒有人 你們什麼都沒有的 OK 回去買我的書 畫家上的進行曲 OK 因為 畫 等於是你的小孩 因為它是一張 你拿到的這一個白布 對不對 那你可以 塑造出 你任何你要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畫黑的 畫紅的 把它畫歪的 直的 扭的都可以 因為這個時候 你製造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畫畫 可以畫的人 什麼都可以 在這幾天 在這幾個鐘頭 在這幾十天裡面 你跟它是單獨相處 沒有人在裡面的 沒有人來控制你的 所以每一幅畫 不管它好是壞 都是你的小孩的 所以我在想 好吧 我把三付捐出去 那我就打電話給如常法師 我說我捐三付畫 出家人就是不一樣 就是了不起 他說好的好的 到後來 我說 又過幾天 我又說 我捐五付 他說好的好的 大概幾天 我又跟他講 三付三付 他說好啦 隨便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差不多 展覽七八十 腹畫 OK 那 我捐三付 有一天打坐的時候 捨得 這個念頭回來了 我在想 上天教我的東西是什麼 我肉體學到的是什麼 所以我打電話去給如常法師 很暫定的 我說 OK你們可以去找功德主吧 我說我捐六十付 我說 除了 我有紀念信的之外 我全部捐掉 這個錢直接到佛陀紀念館 OK 那當然就說 有哪些有紀念的 或者我比較喜歡的 就叫我們家的小禮 就做整理 哎呀 我們那個 我們家的小禮啊 包括很多喜歡的 他都貼出來 可以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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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發現的時候 我說小禮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我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 我明明記得 可是我不曉得 我手為什麼這樣 那我去追的時候 如常法師說 對不起你都賣光了 而且當然我要的 都是比較有 比較好一點的了 那他把我生命第一幅畫 都賣掉了 是個牛 OK 這個大概沒有 這個都賣掉了 那我就跟他講 我跟如常法師說 你這個牛 你一定要幫我拿回來 因為是我生命第一幅畫 我還記得我怎麼點下去的 其他的我要拿 這個對我有異議 那個對我贏 他說Sophie 對不起 都已經收了定金了 我沒有辦法退 那所以他那個牛 就還給我了 那還給我那個 那我就跟那個人講 畫牛的 我的老師是全台灣畫牛 畫最好的 葉老師 我說就買他的就好 他都不要 他就這樣買你這個 因為他們家全部是牛 好我現在可以跟你們講 我應該講是可以 我就照那個牛 重新畫了一幅 跟他結約了 跟他結約了 他好像跡去的時候 他讓人都不讓人家看 他就趕快收走了 是那個牛頭牌的那個 家裡的人 我一直 我跟他不認識 我下次碰到他 我一定問他把我的牛掛在哪裡 所以人啊 有時候你就說不能 永遠不能說不 那時候我們在第一場 在第一場展覽的時候 那些義工就問我說 張姐啊 這些畫 要有人喜歡的話 已經被買走 你會不會再畫 你這段時期 會不會再畫 來換畫 我剛才講不會 我已經想過這問題了 因為我畫畫 是為了我自己的樂趣 我不會為了畫 要賣畫而來畫 我說不會 所以人啊 講話不要講得太多 到後來為了畫 人家喜歡 就買了 那有人又重新訂 那為了糊塗紀念館 我又為了這個再畫 所以我又畫了幾戶 我畫到後來 我半年不動筆了 因為我覺得糊塗紀念館 不是佛 我一直跟他們講 那是台灣的一個 南部的一個定點 很值得看 因為裡面 做的有很多人的愛心 在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 捨得 我從我自己的路上 我自己走過 不是捨才有得 因為是捨的時候 是拿出來跟人家分享 並不是你不親甘情願地拿出去 而是要高高興興地拿出去的時候 密手得到的那個歡樂 我很感謝上天 因為他們讓我用心學會了 什麼叫做得到的東西 那就是心無掛愛 我到台北道場去看我的畫 那都不屬於我的那個時候 就是欣賞 我是覺得 想像你們到人家家裡面 掛在人家家裡的時候 人家會把你請回去的時候 應該不會把你放在垃圾桶 所以把你的小孩放在人家家 人家比你更疼愛的時候 那一份喜悅是我這一次學到的 所以大家 我們每個人 只要學會 用自己的內心 去看自己的起心動念 就像我說的 我生了人家的氣 我用他的起心動念 再來看我的起心動念的時候 我把我的心的一個鏡子插亮了 因為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不要存在 你們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你們自己知道 所以要是你們這些起心動念 看到別人的起心動念 是你不喜歡的 那就不要存在裡面 不要去污染你內心的鏡子 這句話要是有比的人 最好學下來 因為 我不但是在 我跟師父講 我願意 所以我不但是在 佛光山 華古山 學校 基金會 什麼交通部演講之外 相信不 我還在教堂裡面做演講 所以呢 我講的最主要就是說 要是我們人生裡面 我們學會了 我們要學會自在 快樂自在的時候 就是要學會放下 學會包容 接受不完美 接受自己不完美 接受別人的不完美 接受所有東西的不完美 你要有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前面的門 全部掃乾淨 才踏進去的時候 那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要學會 學會放下 不要計較 學會包容 接受別人的不完美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才能消除 一切的煩惱 我們人生所有東西 我們的鏡子 我們的無名的起源 就是煩惱 所以我們要是把 這個無名的頭 從這邊開始做的話 我們的無名 就慢慢就可以減少了 所以呢 最後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個人的人生 就像一杯水 生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杯乾乾淨淨的水 很清透的水 很清透的水 而我們是怎麼樣 把這一杯水去完成它 裡面有沙 你要是看得見的話 想辦法把它拿掉 看不見的話 讓它沉澱 裡面的甜酸苦辣 只有你知道 也等別人在喝你的水的時候 他們也會知道 人生像一杯水 人生像一杯水 你希望 你到人生 最後的一些時候的時候 你是希望 你自己的人生的這杯水 是怎麼樣子的水 是你自己要負責任的 我自己一直把我這句話 放在我的內心裡面 因為我希望 我們在人生 最後的一念的時候 我曉得 我的靈魂 要離開我這個肉體的時候 是心無過愛 而不是 假如我能重新再來 人生 是一部戲 而別忘了 我們這部戲 是沒辦法做簡潔的 是不能重新再來的 所以我想到這個時刻 大家的內心 一定有很多的感觸 我們的人生是要怎麼做 我們要如何做到快樂自在 我們要如何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 你如何做到你可以有喜怒哀樂 而如何當你的智慧 減縮你的怒跟你的愛 用你的智慧 來做你的人生 所以我請求各位 現在可以給我幾分鐘的時間 讓我帶你們靜坐一下 要是大家要跟我一道唱的時候可以 我唱一段歌給你們聽 因為這是我跟達賴老媽結緣 因為達賴老媽聽我唱了這個歌以後 她就完全給我了很多東西 教我了很多東西 大家安平靜想想剛才我所講的一切 我剛剛是用我的心 來把我心裡的話跟你們分享 我希望今天在這邊 可以為各位朋友們種下一些好的種子 讓這個種子慢慢能發芽 自私一點沒有關係 把你的種子把你的喜悅帶回去給你家裡的人 我們會讓我來聲明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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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pay me home O Money pay me home 能唱的一道唱 O Money pay m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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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oney pay me home Om Om money pay m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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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tucker Om tucker 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啦 要么要我讲得太好 要么我就讲了你们都没有听见 没有问题 能哭的也尽量哭没有关系 OK不要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 因为你为什么不吃甜的 太怕胖了 呀我太吃甜 因为我们家甜的都被先生吃掉了 我留给我先生吃 没有我怕胖 那你没有看他脱掉衣服 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在这种不完美的时候 怎么样去你不是赖皮 你就是说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你要给我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当然看到我自己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那要怎么说 我很自在 这也是一段 这个就是说我如何能变成现在的我 可以讲过很多家里的笑话 我晓得真的没有媒体会帮我写出去 所以呢对大家分享 那这种东西是你要用心去看自己的心 那我刚在转变的时候是 我自己在我以前脾气是很坏的 我吵架是拿被摔人了 ok 现在没有我现在画皮肌是抱人亲人了 那但是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就是你最主要是你要是学会把自己缩小 你把自己缩小的时候 譬如说你要跟你先生吵架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吵 那他有时候你要跟不理你 有时候你把他踢一下 我生气了 那我这个人的脾气是说 我常常吵架前面 到后来我就忘了前面是什么吵 所以这个是健忘 那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不能说我自己完美 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说 譬如说我的不完美是发脾气 我发 对不对 那像我今天那个 今天我们家的工人 他来推我的时候 他的指甲把我弄得很痛 我跟他讲 阿晓你要去剪指甲 你弄痛我很痛耶 ok我是指甲 我说你弄痛我了 ok 那我就觉得我刚刚讲话 好像太大声了不好 那那个我就跟他抱歉 我说阿晓抱歉 我刚刚声音太大声了 他说不是不是 不太太你看 我指甲剪得很短 是我指甲比较硬 所以我的脚指甲 咔到这样子 所以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可是至少我当时 抓到我自己的声音比较大声 我说不定会让人家不高兴 那要是我自己会发觉 我自己不对的时候 你第一次发觉 你道歉 你第二次发觉 你道歉 第三次 你那个发觉就不会有了嘛 所以你要是 承认自己不对的地方 你就去改掉 OK 他会譬如说我们讲八卦 那是很 很 很 juicy的事情 对不对 那 人家就说 不要照口言 一个人讲说 你不要照口言 好 那另外一个人讲 那我耳朵还是听的 可以讲 哇 那不要照口言 所以那要讲 那第二个要讲 那他就讲少一点 所以很多东西的时候 并不是叫你不要喝酒 你就戒掉 很难的 因为刚刚我们讲过 我们有肉体 我们这个肉体是 生出来并不完美的 除了小baby 你看小baby到后来的时候 我三岁的小孩 他要糖的时候 他就对你很好 他不需要糖的时候 你叫他 那里都不理你的 可你对他是不 我可奈何的 可他到五岁的时候 他开始讲话 就会讨好你了 他那杯水 就没有那么干净了 我问我那个孙女儿 她生日五岁 我跟她讲 嗨Kira 你要什么东西 当生日礼物 她说婆婆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哇 我说OK 婆婆带你到玩具房 你要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种东西是 慢慢的改变的变坏 那你要自己就是 我小 我小 我自己的坏在哪里 我会去买十件衣服 对不对 可是你下次的时候 你要去买衣服 你不会买十件 因为你买十件是错 你只买五件 OK 买五件的时候 你到后来只买三件 当然到后来 不会是不买的 那我们要是朋友 跟朋友之间 我们互相监视 你的衣服 不是我们会讲说 我们太过分 不要买衣服了 就说你这衣服 你怎么穿新衣服啊 他说 我是几年前 我们就会把旧的衣服拿出来穿了 就是慢慢慢慢 你用自己跟朋友之间的东西 虽然我们互相监视 不买衣服 这是什么 我们是要互相再看 自己的贪嗔 吃减少多少 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不是一个口号的东西 是一个行动的东西 可是在宗教里面 它有它的名字在里面 慈悲是什么 慈悲不是一个名字 我听达尔老妈去演讲过 他说你们要学佛教的人 不要坐在这边 听我讲佛道理 到街上去 那才是真正的宗教 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 人跟人的这种感受 让你学习 让你改变 当然改变是变好一点的 这种东西 心理的变化 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 比你 这没有出家人 比你在那边 一天到晚 就是 只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的有用 当然每个人 每一个人 修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自己本身 我以前讲 我不是佛教徒 OK 因为我先生跟我讲 你不要跟他讲 你是佛教徒 我用你的资荣 那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是那么爱释迦牟陀佛 所以我从今年开始讲 我是佛教徒 虽然我还是没有资书 所以我是觉得 宗教 不管你有没有宗教 不重要 用你的心 去爱你自己 用你的心 去看别人的心 你很自然 你很自动 就会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快乐 那种快乐 就是慈悲 你有慈悲 你对很多东西 就会感恩 你在感恩的时候 你做什么东西 都是心甘情愿的 那时候你就快乐 你就会自在 你就不会怨天怨地 别忘了 感恩今天先回去 感恩你家旁边的人 感恩你的小孩 感恩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感恩你的父母亲 打电话告诉他 你爱他 请亲他 抱抱他 谢谢